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祥宇的時光機 我是祥宇 今天呢我們要來講的朝代是東漢 那東漢的這個時期呢 是位於前25年到前220年 畢經195年 與西漢呢是合稱漢朝 那雖然是說漢朝 不過西漢跟東漢還是分開的 因為中間有隔一個朝代叫做新朝 那為什麼中間會隔一個朝代呢 這就要想到一個人啦 這個人呢非常有名叫做王莽 王莽就是篡漢然後建立新朝的 最主要的人物 就跟現在一樣變天啦 所以呢這個王莽那時候呢 就把西漢的朝政都把持在手裡面 結果最後呢 想到哎呀反正皇帝都沒有用 乾脆老實自己來當皇帝好了 結果最後呢這個王莽呢 就篡漢然後建立了新朝 那在建立新朝以後呢 因為王莽啊他在後期呢 實行暴政 所以呢所有的人民都受不了他了 所以呢當時就有一個人很厲害 叫做劉秀 漢光武帝劉秀 那那因為覺得全部都是飯桶啦 只有他一個厲害的 所以呢劉秀呢很快的就收復了漢朝的土地 然後很快就把這個王莽趕下 他自己起來當皇帝了 那這個劉秀呢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漢光武帝 在東漢的時候呢 三公的權力被削弱 就是什麼司徒司空跟司馬 嗯就是他們的權力就被削弱了 然後呢當時的這個上書台啊 上書台就是一個也是一個職位啦 類似現在的國防部長 對差不多是這樣子 就是什麼部長什麼部長 嗯其實跟現在的政治很像啦 所以呢當時呢上書台的這個權力呢就被大幅的提升啦 在漢明帝跟漢章帝的時候呢 東漢那時候是最好的時候 因為有賢才嘛 有賢才跟這個賢人的君主 所以呢 史稱明章之志 那在漢章帝後期呢 外戚啊日益跋扈 那外戚是什麼呢 外戚就是指皇后那邊的 不管是皇后的哥哥啊 皇后的弟弟啊 皇帝的舅舅啦 所以呢就是 他是那時候就在亂政 所以呢 其實東漢跟西漢呢 王都有一個主要的原因 就是這個 外戚亂政 像那時候的王莽啊 其實也是 其中一個外戚 是皇皇后那邊的外戚 結果呢 這個漢和帝啊 他就繼位以後呢 就很努力的在掃蕩這些外戚 畢竟他看不爽嘛 怎麼會是別人來管我們漢朝呢 他又不是姓劉的對不對 姓劉的當然覺得不爽嘛 這屬於我的寶衛耶 你平時怎麼來動我 這個漢和帝清政以後呢 這個漢朝又漸漸的繁榮起來啦 在漢和帝以後呢 因為啊 繼位的皇帝都很小啊 哪裡小 年紀小 所以呢 他們都必須要借助 宦官的力量才能夠當上皇帝 宦官呢就是沒有那兩顆東西的人 就是宦官 結果呢 這些宦官因為他們也不會做事嘛 他們以前就只是陪皇帝 幫忙皇帝 以侍候皇帝而已 所以呢 沒辦法 所以呢 這個漢朝呢 的國力呢 就一天一天的比 之前更衰退了 那漢靈帝在位的時候啊 哎呀 那真是 人民的一大痛苦 昏庸無道 恨爭暴戀啊 貪污啊 什麼一大堆 才賣官耶 就是 以前是有才能的人才能做到官對不對 這個漢 這個漢靈帝啊 既然啊 把官位賣給人家以賺錢啊 你說 這個漢靈帝真的是哦 哎 結果呢 農民呢 就一直被你們壓 一直被你們壓 總有一天會有釋放的一天嘛 所以 農民就不爽了 哈 就開始了這個 黃金之亂 黃金之亂呢 就是這個農民的起義啦 不過呢 這個朝廷呢 因為朝廷也管不下去了嘛 朝廷就這樣 各個州的 你們自己想辦法去募兵吧 結果呢 這些州 真的募到兵耶 可是 從此以後就變成 軍閥歌劇啦 就變成 那些有兵的 就勇兵至宗 那在公元一百九十年呢 董卓啊 董卓終於出來了 很有名嘛 董卓 董卓呢 又開始來亂啦 一個亂還不夠 董卓他要來參與講 這個 漢朝 所以 那麼快就馬上面亡 結果導致 朝廷的大權 旁落到董卓那邊 揭開了 東漢末年 東漢末年 分三國嘛 大家都知道 可是在三國之前呢 還有一段 軍閥分 軍閥分 軍閥歌劇的 紛爭史 所以呢 現在 董卓就為這個 軍閥歌劇的 紛爭史呢 揭開了這一切的虛目 那後來呢 董卓啊 就被這個 王允 用忌給殺死啊 那這時候呢 曹操就出來了 在公元前196年呢 曹操呢 就有迎著這個 漢憲帝 遷督到許昌 其實許昌是 曹操的老朝啊 所以呢 把皇帝 遷來自己的老朝 剛剛好嘛 又可以幫我安民心 就俠天子一例 諸侯啦 然後呢 那時候 就變成好像是 漢憲帝承認許 許昌是這個曹操的首都一樣 那在公元 220年呢 曹操的兒子 曹批啊 就覺得 阿姨啊 和先帝這麼無能 老子自己來做皇帝好了 結果曹批剷漢 就變成了 衛國的皇帝 然後東漢呢 就正式的滅亡 進入了三國的歌劇時期啦 OK 那所以呢 嗯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東漢啦 OK 那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的話呢 請幫我按個讚 並且分享 卻要不要忘記點我的Youtube頻道喔 從那裡可以到我的FB粉專 還有我的IG去幫我按個讚 OK 我希望你們 希望你們下次再會 掰掰